树林商公所从6月22号到6月24号 前往乡内十四处的文件站 发放防疫物资 乡长王梅归在村长周贤德的陪同下 前往葡萄阁文件站和树林文件站 以自赠每位长辈防疫物资 也进行防疫宣导 希望大家攜手共度疫情难关 就令向为全县确诊数人数比例高的乡镇市 或关怀乡亲防疫宣讲还是要持续的工作 树林商公所从6月22号到20号 一个星期的时间 希望向上王梅归在树林村长周贤德的陪同之下 以及各村的房市员 前往湘西内十四处的文化健康站 来发放防疫物资 王梅归同时也用太陆格子的主义 来宣讲防疫的重要性 最重要他就是上他的地方 他在医院上 你要不要理我 一定要有民主的生活 你可以用心跟话 因为结婚 好吧,我们再够 Instagram Casa大家都是 我们来讲 和计划 吴奕 和计划 好,我自己的 谊划 在这里沉默来 我 going to计划 但是在这里沉默 把谊划 洗蛋 我来的适合 在你身上 还有一个找到的时候连 і要找到这些人 这些人会想要不要 干吗? 让他们两个月 给他们一切 一切就能拆 给他们一切都能拆 他们在欢迎拿五千里的脸 市民人们牌与民家,民家,民家 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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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大概已经连接29家的基金会 来协助我们秀玲香这次的意外 那个病毒的感染 所以 我的坊哥 我的蛤蟆 还有几个门 然后 他给他 你让他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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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就给我们先赞 因为我也想看看大家 新闻下场 我们会表示 虽然秀玲香确诊人数比例相当的高 加上疫情相当的不稳定 不过 秀玲香公所团队也投入防疫的工作 可以说是相当认真 除了呼吁乡亲平时不要群聚之外 乡亲有任何需要帮助的 公所永远站在第一线来协助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配合 做好个人的防疫措施 大家携手合作来度过疫情的难关 记得喜欢 希望小伙伴到